足球投票 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投票 今天由柏大巴為大家報道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今天第一則新聞是關於巴塞隆拿的 報道的回題是BBC 基士文終於打去他的入球 基士文第一場在主場代表巴塞隆拿比賽 對著比特斯 基士文在7月時 一億零七百萬磅 簽了去巴塞隆拿之後 結果進入了波納 他攀平了對方Vercule的第一球入球 另外卡利斯 Perez 巴塞年輕球員 第一球代表巴塞入球 成為第三球 左迪艾巴和圍杜 之後進入多兩球 令他們大領先到5比1 基士文剛剛在主場的時候 從馬體會簽了過來 其實也很大壓力 因為之前他對比爾巴那場第一場比賽 表現得不好 尤其是 美斯、蘇格雷斯和丹比利都受傷 巴塞隆拿也是很傳聞 會找尼瑪回來 但是暫時還沒有 尼瑪還沒有為巴塞隆耳門比賽過 這個球櫃 基士文在上一場的時候 基士文在這場比賽 最初表現得一般 對方的Vercule 進入了一球很漂亮的球 15分鐘 進入了比達斯的第一球 大家都有點擔心 究竟巴塞隆拿會不會連續兩場輸球呢 但是不久之後 這個擔心就過去了 因為基士文 結果 完上半場前4分鐘 就 塞臼瑞斯的一個傳送給他 他就射入了 這位法國的前鋒 有一點點幸運 因為好像是用這個 上吋、下吋、下吋 射入了 但是這球球 令到他有信心 然後很快又再進入多一球 也是 沙子羅伯圖 給他 然後 Perez 只是第三次代表巴塞上陣 就進入多一球 用他的右腳 其實是他比較弱的右腳 進多一球 好 對不起 他之前比較弱的右腳 有一個機會射入 結果左腳在18碼射入了 接著艾巴 就進入第四球 巴塞在10分鐘內 連續進入了三球 那麼 在左邊不斷衝上去 比爾斯基斯給了一球 他 然後 射入了 然後 圍道 是後面入體 也進入了一球 然後 然後 羅倫 比斯特 球員 入了一球 結果是5比2 另外 還有一個巴塞球員 要提提 安蘇法蒂 是巴塞龍那 歷史中 第二個 年輕的 維巴塞上陣球員 16歲 298人 下半場 入體 嘗試射 射了一球球 射出了界 另外 亦給了一球球 給基士文 差點 令基士文連中三軟 基士文 剛剛 被 對風六門 Danny Martin 救了 好 今天第二宗新聞 就是關注英超 報導的媒體 就是TVNZ 關注狼隊 和 搬離的比賽 Humanis 在 保持7分鐘 為狼隊射 一球12馬 令這場 英超比賽 一比一打和 狼隊 這場比賽 一直表現得不好 直至 Humanis 被 Erik Peters 淘汰 之後 給他們12馬 取得1分 Ashley Barnes 13分鐘 已經 入了一球 搬離 也是 英超開落 第四球球 入了 狼隊的 領隊 劉盧山道 說 其實我們需要好 耐心 一路等等 等到最後 他們有個信心 他們不會被打 贏 結果 為我的球員 驕傲 他們真的做得到 這也是一些我們知道 有些人可能知道 但是 有些人未必知道 我們的球員 究竟這排有多艱辛 因為主要 關於我們要踢歐霸的外圍賽 已經在歐霸的比賽中 踢了五場 會一星期四 主場對著 Torino 希望可以去到歐霸的 小組賽 劉盧山道就說 我明天會馬上給他們一天假期 其實我忘記了多久 他們有一天假期 基本上 他們每天都在工作 練球 或者比賽 每一天 差不多做了六個星期 六個星期都是不停的 每天操練龍比賽 沒有放學 所以我們很驕傲 對他們很驕傲 我覺得 我們星期四會繼續 對著Torino 這星期非常困難 我們有 非常好的對手比賽 狼隊暫時和了三場球 除了這場搬離之外 也和了里斯特城 和萬聯 暫時 本尼相反 本尼已經有四分 本尼 本尼 最後 始終被 浪隊追回 一球 否則有機會再獲多兩分 接著 福保倫敦的報道 就是 舒里拉 講關於熱誌 因為 剛剛這場比賽 他以0比1 輸了給紐卡蘇 舒里亞 前英格蘭的射手 說 其實熱誌 主場 輸了給 紐卡蘇 紐卡蘇的射手 烈頓 進入了全場的唯一 球 令到 布魯士帶領的 紐卡蘇 全取三分 在熱誌的主場 那裡 舒里亞 就指出 究竟熱誌 裡面有什麼問題 尤其是 紐卡蘇 已經是27分鐘 領先 舒里亞 就說 我就不覺得 一件事都是很好的 在熱誌裡面 我就見到 領隊 就在那裡投訴 在記者周到 那裡 不要問我關於 轉會 我沒有關係的 接著就投訴 那個轉會槍 即是歐洲的轉會槍 然後 最後 他又 把他兩個 最好的球員 擺在板凳上高 他不開名 但是他在說 布置天奧 舒里亞 舒里亞繼續說 有些人就說 熱誌 沒有一個創造性 其實在維拉 那場的時候 已經發生了 他後來 派回夏力臣上陣 就做到 但今天 就做不到 他就說 熱誌對於我來說 最大的擔心 就是 他們怎樣去輸了這球球 那麼 他們輸球的時候 熱誌球員 就很冷冷散散 雖然 紐卡蘇球員 的確很努力 但是 其實已經不止一次 紐卡蘇球員 只要一加速的時候 這次球員 就被他們過了 其實他們很接近 二次的防守球員 其實很接近 紐卡蘇球員 但是很容易被他們過了 他們就 不是 很遠 他們離開得太遠 他們拍球不夠近 他們基本上 就在換跑 就不是真的跑步 這個就不足夠 這個是 這個是懶惰 和不努力的後果 當你知道的時候 波爾已經進入了 他們這個態度上 懶散 問題比沒有創造力更大 另外 前熱誌的前鋒 Crouch 就是那個很瘦高的球員 Peter Crouch 也同意 他就說 這場比賽 大家都以為熱誌會贏得到 但是結果 他們不夠積極 就讓紐卡蘇有機可成 最後也是關於英超的 Go.com 就是 GoPro 講講 利物浦如何突破到 這個阿仙奴 那麼 GoPro 一點都沒有保留 就這樣稱讚他自己 對阿仙奴的比賽 對阿仙奴的比賽 裡面 利物浦領隊 GoPro 就相信 他那邊突破到 阿仙奴 用到他們的體能 所以 令到他們 3-1 贏了阿仙奴 那 利物浦呢 就 沙拿 入了兩球球 那 就 令到 贏阿仙奴這場 好像很容易 他就說 除了 我們是90分鐘 拿到大部分 的控球權之外 利物浦呢 也都 是轟炸 即是阿仙奴的 防守 因為他們 射了25球球 對於對手來說 就有雙倍 這個油韌度 以及這個韌力 對於GoPro來說 他就穿得最開心 因為 他就說 他的 利物浦那邊 就是用這個 這個 去贏得 阿仙奴 他就說 我們那邊的動機 就很明顯了 對手 是一隊有質素的阿仙奴 你要 衝破他們 要突破他們 怎樣做呢 我們是用了我們的體能 我想 在 搬場的時候 我就問 我就問自己 他們會怎樣想呢 因為 上半場是非常緊湊的 沒有什麼機會 吐氣 利物浦的沙拿 就 星期六來 絕對是 非常之好的表現 但是 Pepe 比比的 阿仙奴的 地標戰 其實就 比他的 光芒 掩蓋了 當 阿美尼 放了比比 在他的 正選手一人的時候 高普就說 其實我也不太肯定 他們怎樣踢 我就不知道他們怎樣踢 老實說 我看到他們的出場陣容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 Diamond 但是 我又不覺得比比 會在一個不同的位置上高 他就說 我們還可以進步 的確還可以進步 但是 我們的比賽 八成的時候 我也是很開心的 這樣 今天的足球球隊 只有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喜歡這個頻道的朋友 可以訂閱 和 Like這條影片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